介紹長崎被投下原子丹的長崎市市中心 有豪斯登堡的座細堡 過往有千千萬萬的文章和影片成為主題 近年登陸成為西家文化遺產的軍艦島 還有奈藏了基督教教徒的五島列島和平戶等地方 也開始受到觸目 我這次翻查了歷史和地理資料後 發現了長崎縣還有很多極具遊覽價值的地方 這個地方精彩無比絕對不會信息於其他道道府縣 最深日本今集是《47道道府縣》巡遊第四集 介紹十四世紀開始近二百多年作為主要 甚至唯一對歐洲開放的港口集中地 九州的長崎縣 主要篩選了求人心言 還有受愛國影響而引育了獨特文化的發展故事 或者七天的長崎游 會成為你下次去日本的主要行程 一條黃色手巾平平無奇 但一條又一條 排得整整齊齊 密密麻麻 以一片藍色的有名海為背景作陪襯的黃色手巾 各在遠離大城市圍繞空曼的火山雲仙岳 倒鐵的無人火車站上 隨著海風飄逸 背負著為受盡痛苦的經歷而帶來幸福的使命 近年長崎市二東 與洪本市以海灣有名海商隔 倒原鐵路成為國內外遊客的焦點 和歌山特輯介紹過的貓站長 因為和和歌山電鐵龜枝村線因財政問題 住在沿線的貓貓失去了家園 社長小道光信應居民的要求 收留了花貓小玉 被小玉成為龜枝村站的貓站長 故事引人入聖的重點是 小玉本身與鐵道線有關係 住在沿線 而不是隨便找回來做生招牌 今次介紹火車站掛著黃色手巾的島原鐵路 同樣不是靠黑色的廣告公關主義來招牌 黃色和藍色的配搭 在烏克蘭是象徵廣闊的藍天和小麥田 而在島原 藍色是來自內灣有名海 黃色是來自丹利無窮災難 奪走親人朋友生命的火山 雲仙普元岳 如果看過富士山特輯的觀眾 應該會記得雲仙普元岳這座火山 他在1990年11月至1995年2月 持續有活躍的火山活動 發生總共38次土石流 7次大規模火山碎洩流 造成41人喪命 3人失蹤 12人受傷 2511棟建築物受損 2000多億日元的經濟損失 是90年代天災帶來的慘劇 在雲仙普元岳山腳的城市 有間祖市、雲仙市、賭源市 和南賭源市 地道市民稱為賭鐵的賭源鐵路 就是通過以上四個城市 說到這裡 或者已經有觀眾想到黃色手巾的意思 但是賭鐵的新宣市 超出了人們的想像 返回二十世紀初 由故事源頭開始講解 長期的火車事業在日本比較遲起步 日本最初的鐵道線 由新橋至橫濱於1872年啟用 差不多四十年後 賭源鐵路由鐵道迷 積木元太郎出資興建 在1911年開通 列車賓池落往間祖和外野村 自稱為鐵道迷的植木社長 凡事當然不平凡 最初賭源線接載乘客的列車 就是從國鐵收購回來的 曾經行駛新橋至橫濱的 日本第一號火車頭 線路得到植木社長不斷發展 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伸展環繞大半個半島 直到南遠市的家津座 順帶一提 另一端總站的間祖 是將會在2022年秋天通車 九州新幹線的城市 二戰在日本留下深深的傷痕 不少鐵路捱不住而走上絕路 避逼廢線 而熱愛鐵路的植木社長 和經營班底努力下 賭鐵獲挑選為1949年 天王巡遊九州時的御用路線之一 市民都蜂擁到賭源站 一度超和天王的養肢 賭鐵輝煌的日子到此為止 1950年代種種厄運降臨 賭鐵滿身倉儀 沒有被捲入廢線的災難 又誰會說不是奇蹟 九州一度夏天 就會遭受颱風和蠔雨的洗禮 1957年7月 間祖和賭源受大雨衝擊 原先約200柱路鬼租衝走 近50條橋樑因為洪水而受損 鄰近路線的山陸溫泉鐵路未能翻身 走上揮線之路 賭鐵獲得人們的努力 在近近55日後重開 1990年遇上另一個大關後 雲仙普而岳大爆發 圍繞山腳的路鬼多處嚴重受損 真正是滿身倉儀 得到國家和原政府出資 總算能夠重開 但花上了四年的光陰 長期停洗賭鐵的復活 鼓舞了市民 沒多久後 第三個衝擊以另一種方式降臨 這次不是天災 而是原線人口減少 導致路線收入激減 這個問題無法解決 結果在2008年 路線其中一段 由賭源港指導家樽造的藍木線 遭到廢線 剩下的北木線 延長了賭鐵微微的生命之火 象徵國鐵米色加上紅色的車廂 於1990年代 獲得經營班底的意見 配合有名海的藍色 重新游上代表幸福的黃色 為未來灰陰的倒鐵 添上鮮艷的色彩 2015年 得到原線四個城市居民的支持 開始了幸福黃色列車旺角計劃 希望將原線地區 進化成為一個主題樂園 帶動地區經濟 市民和原線地區 連成一線 在辛酸的新字頂部加上一滑 就變成幸福的幸字 追接近海邊的火車站 大三東站 追具特色在越台武為難 可以盡情感受海景 掛著好像萬國旗的黃色手巾上面 寫上了原線居民和遊客 一個又一個的心願 背著可怕的火山 面對著吹著清爽海風的有名海 倒鐵要捱過下一個考驗 必須得到人們的支持 在山腳奔馳黃色列車不是任何的偶然 而是人們努力以創造的奇蹟 黃色和藍色的配搭 代表大自然和幸福 長期縣有兩個世界文化遺產 關於匿藏的基督教徒和更代產業發展 都是與這裏地理上的位置不能分開而談 長期最大的特色是14世紀以來一直作為堆外的窗口 與中華皇朝和歐洲進行貿易 帶來龐大的財富和華洋的文化 而由歐洲引入的宗教和科技影響深遠 倭寇這個名稱 相信觀眾們在學校的歷史課堂中 戰勝了頑強的瑞摩 專心聆聽老師以平板的聲線朗讀教科書的時候學習過 沒有昔日的倭寇 就沒有今天的長期 不過離開了校園 不少人已經將知識再加上利息全部還給老師 簡單來說 倭寇是會約在日本、朝鮮、明朝版圖一帶的海盜集團 重點在分為前期和後期 在14至15世紀的前期倭寇 以日本人為主 於濟州島和現在屬於長期縣的對馬島為基地 襲擊朝鮮半島一帶 神戶特輯介紹過的平清城 於12世紀後半 在神戶一帶參與促進日宋貿易 金國寺特輯介紹失丁莫苦的祝利二門 為了和明朝作正式貿易 驅逐了倭寇 令前期倭寇衰落 15世紀後半至16世紀的後期倭寇 以華人為主 勢力範圍轉移到南方 到達沖繩 台灣 海南島 甚至菲律賓的呂宋 另一方面 15世紀中葉進入大航海時代 歐洲各國跨越廣大的汪洋 立下航海史上種種創舉 並奠定帝國霸權 16世紀中 葡萄牙雙船 都達長期史以北的平湖 打開了日本 和歐洲各國 南韓某日的序幕 南韓人 即是指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 而之後提及的紅毛人 即是指英國人和荷蘭人 包括倭寇 這些稱呼 都是根據歷史典籍 武漢特別的意思 引領葡萄牙雙船來到平湖港 即是後期倭寇的首領 出身於安徽省的王籍 他還和鐵炮傳到種子島 有重大的關係 當時明朝禁止民眾出外海 採取了海禁政策 王籍破禁令 去越南的安南 馬來西亞的馬六甲等等 南洋地方進行物運 以貿易流氓 喪氏 棉等物品 在幾年之內 讚取暴利 1548年 倭寇種地雙魚港 遭明政府浙江巡虎徹底破壞 住在雙魚的王籍 逃走去到長期的五島 並且繼續老本行的船運貿易 為當地帶來龐大的財富 王籍得到平戶領主 從蒲龍遜的信賴 莫得居住地後 就在這裡蠟燭作為根據地 說到這裡 好像在講解倭寇的發展史跡一樣 不過其實重點是提到的地方 全部都是長期院裡的港口 在影片裡未必作詳細解釋 但可以作為參考 日後去長期的時候 就懂得安排行程 不用割限於長期市和坐勢保市 和葡萄牙人有來往的王籍 招攬了他們去到平戶 造仲介介紹給松袍認識 在1550年正式開始貿易 平戶成為對外交流的窗口 並且變得繁盛 日本人在小學六年級的社會課裡 都會學習為日本帶來基督教的 方祭沙物略 他就是由王籍帶領去到平戶 這也是世界文化遺產 長期與天草地方的潛伏 基督徒相關遺產的起源 基督教和上一章提到的賭源 還有充滿謎團的天草四郎時政 究竟有甚麼關聯 對長期帶來怎樣的影響呢? 平戶的松袍龍遜 和葡萄牙人交易 但反對他們的全教 1561年 日葡雙方因為絲綢交易 而引發起工錢事件 包括船長供14名葡萄牙人 死在武士的刀下 耶穌會找另一個貿易港 找到平戶市和長期市之間的橫賴蒲 得到當地領主大村純宗的許可 可以貿易之內傳教也沒有問題 為何領主大村會找到葡萄牙人傳教呢? 理由其實很簡單 因為大村勢力弱 希望在貿易中賺取金錢來呼國強兵 而且他還接受了耶穌會的洗禮 成為日本首歌《基督教徒》的大名 不過大村行為比較偏激 燒了養父的衛牌 引起家臣的反感 而且不夠一年因為發生騷動 橫賴蒲遭火災失去了基能 沒有了港口的葡萄牙人 又找下一個目標 經福田港 口之遵港之後 再次得到不甘心的大村誘道 最終找到三面環山的優良海港 長崎港 大村的女婿正正就是長崎的領主 長崎甚左衛門順景 而且順景也是基督徒 所以極之歡迎葡萄牙人來貿易 於1570年開港 各地的基督徒也集合在這個寬容的地方 大村為了對抗附近地方的勢力 於1582年得到耶穌會的幫助 而條件就是把長崎交給耶穌會統治 耶穌會的統治直到六年之後 封神受吉收回這個地方為植核地為止 知道了長崎受耶穌會統治之後 相信看相關世界遺產的眼光都會有變 基督教在這裏是指廣義的基督教 包括各個教會指信奉耶穌的宗教 這個宗教在日本帶來深厚的影響 而其中重要的舞台就是 黃色列車王國計劃的賭員 和海峽對岸熊本源的天草 故事回到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 賭員和天草本來是分別由基督教徒大名的 有馬情信和小西行長統治 基督教信徒沒有被人打壓 過著安定的生活 賭員的幼馬在1604年 建立在南原市的完成 可惜這兩位大名在江湖時代 開始的17世紀初過了身 就換來了新的大名 重創聖家統治賭員 自責見高統治天草 新來的這兩位人兄都不是基督教徒 而且不擅長治國 引發起日本人都會認識的大事件 賭員之段 拒絕放棄信奉基督教民眾的末日來臨 介紹賭鐵時提及到火山雲仙普賢岳 火山打壓基督徒 把這兩樣東西串成故事的話 你想到的情節 就發生在17世紀的長期 賭員的重創 將基督徒拋到雲仙岳的火山口裡 令人無骨悚然 而天草的紙紮也殘忍不堪 向基督徒潑水 又用火燒他們 還拋他們到海裡 基督徒收盡折磨 很難相信這些只是四百年前的事 不是基督徒的也不能逃出魔掌 賭員大明重創聖家在接手前 和父親的從政合作興建新城的賭員城 為了起城而抽重稅 導致民不療生 氣候欠家而導致失收 民眾也得不到寬容 有人餓死 有孕婦祝敲民而喪命 1637年12月 民眾終於抵受不住 奉起公向賭員城 造成賭員之亂 事件最離奇的是 對岸的天草 竟然有人預言 16歲的少年拯救人民 這個不是靈異的頻道 但在歷史典故裡 真的有提及預言 這個謎之少年 名為天草四郎時征 包括受打壓的基督徒和遭抽重稅的農民 賭員民眾封起 幾天後 消息傳到有名海對岸的天草 這裡的人民同樣受到打壓 傳說中的少年天草四郎時征突然出現 有關天草四郎時征的預言 要回到封起前25年 天草的指責為討好將軍而虛報治國的規模 向人民抽重稅 建屋、生子、死葬 全部都要交稅 交不起稅的話就要受刑 再加上異象貧生 不是春天櫻花會開花 天氣反常 農作物失修令人民餓死 人民開始認為是因為自己放棄信奉基督教 所以激怒了就師會被打落地獄 更加相信在不救將來有最後審判 如果有時光機的話 真的很想告訴他們 400年後最後審判還未來臨 人民又想起被趕出天草 走到澳門的神父Marcos Ferraro 在1612年發出的預言 在預言中 25年後天地異變 但會出現一個16歲少年 信基督的話就會得救 預言真是靈驗 20多年後氣候反常 放棄了信奉基督教的都會心轉意 希望得救 剛巧巧當時有教徒的農民被官員捉走了 其他農民都估計他們狗死一生 就舉行了喪禮 誰知又被官員發現了 農民忍不住造低了官員 情況一發不可收拾 農民到處破壞 最後集結起來 1637年爆發了島元之亂 請留意一下年份 神父的預言在1612年 25年後就是島元之亂發生的1637年 16歲少年真的出現了 1637年12月11日 島元民眾封起 圍攻領主的島元城 天草收到封起的消息後 少年天草四郎時征突然抬頭 帶領民眾和天草的領主開戰 攻陷了富江城 事態嚴重 江湖莫府收到消息後 派遣板倉重槍鎮壓 島元民眾得知莫府有動靜 就以和富江城為中間點的圓城為基地 重整陣營 天草四郎帶領14000民眾 當中包括男女老友 搭船去到圓城和島元民眾會合 人數達到37000 民眾堅守在圓城中 莫府軍的板倉 接襲九州大名聯軍攻擊圓城 但臨時的聯軍敵五個民眾 並且受到重創 請不要忘記守城的一方尖盡優勢 像上一集大阪城特輯一樣 德川軍也不能在大阪東之陣中 完全攻陷大阪城 在此莫府知道形勢不妙 再派援軍崇平順江趕去九州 冷靜來想一想 先鋒的板倉等到援軍來到後 合力對抗是最佳的方法 不過作為當事人的板倉 如果援軍來到前不立功 就會沒有臉 他就勇創完成 結果在城中遭到暢擊而送命 援軍崇平來到後 要求荷蘭軍艦以大炮作支援 再配合各種攻擊 集合12萬大軍也不能攻破完成 崇平暫時放棄硬攻 改為用在日本最常見的戰略之一 冰涼攻 等待對方缺糧而滅 崇平看準時機 在4月11日發動總攻擊 翌日成功攻落完成 大部分民眾在戰鬥中犧牲 生還的無論男女老友都被處決 莫苦毫不留情 重要的角色天草四郎時晶究竟下場是怎樣的? 他的事跡中雪紛紛 尤其在戰敗事件中最樸縮迷離 莫苦軍攻落完成後 肥厚細村武士鎮座左衛門 拿著天草四郎的首級向上頭報告 其他武士也自稱拿了天草四郎的首級 究竟天草四郎有多少人? 其實莫苦軍根本不知道天草四郎是怎樣的 所以分不清誰打哪一個 最後找來了四郎的母親 逐個人頭拿去給他媽媽看 他媽媽看了鎮座左衛門帶來的首級 就哭過不停 得到答案後 莫苦就將首級溫去長期市的出島示眾 民眾中唯一的生還者 是向莫苦通報的山田右衛門座 他的口供是現存可以追查 完成裡面的事跡的唯一線索 另外有關天草四郎的語言 是根據神父Marcus留下的典籍 抹鑑之書 以上的故事在島原市 和上天草市市政府發行的 日文版旅遊資料裡面都有記載 在日本裡面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圍繞天草四郎時征 還有很多奇蹟和傳說 或是日後世界遺產真正價值系列 或是另開懸疑系列作詳細講解 從來都沒有想過長期緣這麼精彩 日本的美食你知道多少呢? 追據代表成有壽司、烏冬、蕎麥麵、 砂布砂布、スキヤキ、賣石料理、大阪燒、 關東煮、其他還有些什麼呢? 順帶一提 拉麵在日本人眼中是中華料理 而燒肉是韓國料理 之前的章節講解了對外窗口長期動盪的故事 歐洲人月亮來到日本 除了傳教之外 還打破了日本人傳統的飲食觀念 在這裡會介紹 一提到長期日本人必定會聯想到的美食 有些潰激人口 而有些就保持了低到美食的地位 如果每個道道府縣只能夠選一種食物來做代表的話 大阪人應該很相勞勁 究竟是大阪燒還是章魚燒呢? 長期人也很相勞勁 其中一種應該是南韓果子 Castella長期蛋糕 看起來普通一塊雞蛋糕 但見證了長期在日本的地位 相傳長期蛋糕在16世紀 由葡萄牙人引入長期 真正的源頭已經無法考究 其中一個說法是來自伊比利亞半島 現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一帶的 Castella王國 一種類似麵包和蛋糕的食物 西班牙人稱為Biscocho 而葡萄牙人稱為Pandeiro 來自Castella王國的糕點 來到日本稱為Castella 最一般的用料有小麥粉 當時日本人不關吃的雞蛋 日本調味料的味淋 還有砂糖和蜂蜜 所以也有人譯為蜂蜜蛋糕 最重要的是當時的砂糖 是靠入口才得到 在實行鎖國政策的江戶時代 誕生了不少用砂糖的甜點 入口到長期的砂糖 是經長期街道找到祖賀 之後再找到大阪和京都 以至江戶 又名為砂糖街道的長期街道 途中有警衛戒備 表示砂糖當時是歸種的商品 Castella的製法 經葡萄牙人傳到金屋 經營南蛮果子商的伊東小七郎 相傳它炮製了南蛮料理和Castella 上獻給到訪九州的風神秀吉 Castella最出名的老舖之一的福沙屋 創業於1624年 差不多有400年歷史 下次去長期的時候 希望可以品嘗一下老字號的味道有多不同 金平糖 土耳其飯 長期炒麵 等等多種美食 詳細要另外製作影片介紹 今次簡單介紹一下 和Castella不分高下的長期炒麵 參謀 如果住在香港、台灣、夏威夷的觀眾 可能會認識寧角屋 這是少數長期料理的連鎖店 香港道鄉集團經營的寧角屋 在將關路最後的分店於2020年建業後 完全撤出香港市場 可能最大的原因 就是和人們心目中的日本料理分別太大 在日本鎖角之後 傳教的葡萄牙人已經不能再去日本貿易 接班的有荷蘭人 以紅毛為標題的典籍 可以考究他們的歷史 另外可以在長期貿易的就是華人 剛才提到Castella材料的砂糖 大部分都是由福建省福州入口 長期湯面由中華料理店四海流創業者 福建人的陳平信於1899年發明 當時在日本華人留學生窮到窿 陳平信以便宜價材料製作有份量的料理 提供給留學生 長期湯面以肉絲湯面為南本而製成 將這道菜反入口去香港 不受歡迎也無可厚非 肉絲湯面真的太多人吃過 同樣是源自中華料理 長期湯面和各種拉麵的命運就差太遠 長期湯面的知名度 根本比不上任何一種拉麵 有一個例子證實市場策略和包裝的重要性 退後一步想一想 Castella也好 Chumpan也好 現在仍然是長期人的so food 荷蘭人和華人 從葡萄華人手上接過鵬尼 將海外文化透過長期的港口 帶到日本各地 影響長期發展的故事實質太多 出島 新地中華街 棍南島 豪斯登堡 未能在這段片中詳細介紹 47度刀虎縣系列 預計會超過47集 請期待長期 Season 2 其實今次由尖國時代開始講起 如果追數去遠古的話 可以拍一輯分量十足的前傳 這一張是最後一張 一如以往會介紹長期的未來 今次的焦點放在日本全國著名的五島列島 五島列島在日本人心目中 是帶有一個神秘感的地方 如果在城市裡遇到在五島列島出生的人 它必定會成為話題的中心 近年能源問題在日本備受關注 除了天然氣和石油入口問題之外 尤其在《御治特輯》裡介紹過 因為天災而導致發電不足 企業和市民需要認政府的呼籲 而去折散用電的問題 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刻不容緩 五島列島成為可再生能源的重要舞台 政府早在2010年選擇五島市花島以南的海邊 進行浮體式海上風力發電的實驗 浮體式即是不把支柱埋在海床裡 優點是可以於風量較大離岸較遠的地方設置 海上風力發電技術歐洲取得領先的地位 日本國產硬件面對多種問題尤其是成本 另外還有配套上的問題 例如缺乏撤資發電風車的大型船隻 日本現在一手都沒有 要依賴外國公司的協助 2022年3月電視節目裡介紹過 日本公司正在製造專用的船隻 雖然日本落後歐洲 但也很努力追趕 風力發電選擇在五島有兩個理由 第一在花島海上八十米全年吹強風 第二近岸邊的水深達到一百米 2015年政府實驗完結 總結效益可以期待 於2016年3月 在富江島岐山漁港對出5公里的海邊 開始商業運用 成為日本首個商用浮體式風力發電站 建立了的浮體式發電站 最大出力有2MW 可以提供1600戶家庭用電 大概是福江島一成的用量 五島市還有新的挑戰 2021年5月 潮流發電機 我覺得經濟產業省認可 成為日本首個利用海流 來做發電實驗的城市 潮流發電機的外形是怎樣的呢? 從來沒想過 原來和風力發電機差不多 發電機是來自SAE 是新加坡註冊的英國公司 發電機設置在內流島 和九賀島之間的內流賴湖 水深40米的海底 現在仍是實驗的階段 計劃在2024年度開始正式發電 實驗到2025年度 計劃中未提及到正式投入服務的詳情 20世紀後半 日本科技確實在世界上有領先的地位 不過踏入21世紀 一直不能擺脫經濟泡沫爆破後的不景氣 30年來經濟幾乎沒有增長 人口老化問題嚴重 除了任天堂和PlayStation之外 日本的電子科技已經漸漸消失在生活中 不如來看看你的手機 裝了多少個Apps是來自日本的呢? YouTube、Netflix、Amazon、Google、Instagram、Twitter 連日本人本身都喜歡用以上來自美國的服務 而手機都是用Apple的iPhone 長期作為窗口引入大量愛國文化 印刷、相機、海底通訊電纜等等 都是經過這個地方再引入日本各地 在長期進行的可塞生能源實驗而得到的成果 或許會左右缺乏石油資源日本的未來 和法師們的不足